来解读一下外资报告 台股这一步的拉回修正到昨天 还没有太多的一些止跌迹象 但是小摩就已经出报告了 第一个重点 他说AI股有机会再涨50% 而且台股最乐观的情境 有机会2万9甚至3万 建勋凭什么 你认不认同 好摩根大通的出了一个报告 让今天台股 咱起来一线希望 大盘从水下面拉了 大概400多点起来 那其中这个报告 我就先直接拿出来给大家看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你看英文 我觉得留在现场 就是AI还没有到底 still not the top in AI 他里面就提到了 这个AI交易还是未来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然后呢 这个他的距离他的泡沫还有50% 还可以再涨50% 那他的目标指数台股的话 基本的是两万四千五百块 四千五百点 那最乐观的情境可以到两万九千点 就咬指三万点 就是这样的一个报告 激起了台股多头的一个信心 那即便今天的外资是卖超的 但是他卖超不见得是纯然看坏台股 因为他有可能是整个撤出行丁市场都有可能 但是以整个基本面来讲 我们跟大家讨论一下基本面 基本面还弯还是一样的坚实 一样的好 太好了 对 那我们讲说目标指数先来看两万四千五 那乐观情境的话是大概两万九 就是箭指三万 那他讲说为什么可以再涨百分之五十 他的有所本到底是哪里 他的有所本其实是按照过去在泡沫网路两千年的时候 那时候本益比是六十倍 那现在美国的本益比是多少三十倍 所以他认为还没有到那么泡沫 那再来是AI他数字是一定rolling 一路上修的 没有那么的严重 所以可以继续往上走 那重点在这句话 重点在这句话 他认为美国大选前跟首次降息前都会波动比较大 一个九月一个十一月 大选前本来就会动荡 对 降息前本来也会动荡 两个动荡不就是double的动荡 那只不过是提早到了七月多 所以就变成说因为他们喜欢用top down的角度 就是总观来看 所以七八九本来就九月十月本来就会比较动荡 所以现在动荡是很合理的一个情境 OK所以如果说整体看起来 他们认为接下来这个股市的节奏就是 九月之前会动荡比较严重 十一月之前会反映美国大选之前的一些波动 但是趋势往上 终究终点少折这样多折这样 是所以咬指三万 所以这一次即便外资今天是卖钞 但是我觉得这个强心针打下去 多少还是有用的 那我们就来看他报告里面 他讲说台股现在面临的是什么 九局下半满雷 两好三坏满球数投出 那他要先讲的是两好还是先两三坏 他讲的是先三坏 好哪三坏 在今天之前任何的多头言论要拿出来讲 需要点勇气 对吧 所以他的疑虑 就是说我们先把坏的部分 有疑虑的部分先拿出来讲 但是这个讲呢 他其实是一个命题 他是个问号 他不是个惊叹号 好 他那做华人可能会说 这个你不是看多报告吗 你把这个疑虑拿出来点出来 这到底是什么回事 你在想什么事情 其实在市场里面 闲货才是买货人 对 在写报告 就是以前我们在写报告的时候 你真的是看多 真心看多的时候 你要先把 给他有一些issue出来 变数先写出来 我先自曝 ok 因为投资最怕什么 最怕的是不确定因素 我先把不确定因素点出来了 那后面我再讲我的利多 好那台股到底现在会不会太贵 台股太贵呢 这件事情 其实我记得上次有跟大家讲 他的本 他说现在台股大概吹在十八倍 本益比 往前拉过去 贵 这边往下拉是多少 两千零四年了 贵 觉得贵 那前一次是2021年左右 觉得贵 现在是大概十八到十九倍 如果是大家有做功课的投资人 先讲现在十八倍 你不是觉得有些券商报告 看现在是十九倍吗 有些券商是二十一倍吗 现在当比几倍 搞得我头好乱啊 有头好乱的投资人表示 你有在动头脑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像有些本益比是估2024 有些本益比是过到二零二五年 多方也用这一篇 空方也用这个图卡 那多方他怎么解释 多方说现在本益比很贵啦 没有错啦 那都是F4害的 是 台积电 台积电 鸿海 联巴科广搭 特别是像鸿海涨很多嘛 联巴科也涨很多 他说这F4很占权重 所以把整个台股的本益比拉上去 那他是因为他的竞争力好 所以拉了本益比 他说其实扣掉这样子的本益比 其实台股下只剩大概十七倍十六倍 所以看多的说不贵 还可以接受 他也不敢说不贵 他说还可以接受 那如果是看空的 像摩日生丹利 他就说最近亚洲的科技股 都已经在二十年平均值 上面两个标准差啦 两个标准差 那意思是说是统计学上的一个数字 就说你要再往上的几率是低于5% 所以同一个数字 但是同一张表格 但是多空都可以解读 所以各位观众 你可以去想想看 台股现在贵不贵 如果你用今年本益比去看 有点贵 明年好像还可以接受 所以我觉得这个Question1 大家可以去想 OK好 第二个Question2 AI跟不是AI表现落差太大了 这个是大概从去年的电脑展开始 蓝色的是整个亚洲市场 那橘色的是AI的股价 你就发现好像大盘走大盘的 这个橘色的AI走AI的 所以当AI的股票只有AI好的时候 那多头会不会可用之兵变比较少 对 因为太集中了 太集中了 如果AI熄火谁接棒 就是当美国科技股 如果是辉达最近在回 美超围在回 那有没有其他人接棒 好像接不太起来 那台股呢 好像都还有一些多头之兵可用 之前是有重电 绿电 金融也接棒过 纺织也接棒过 但是这波下跌的时候 就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接棒的 那再来就是 如果资金过度集中算健康吗 这也是一个问号 因为其实各位有在跑公司 有在去做基本面研究 就知道 其实真的只有AI好 整个电子业没有AI的 就感觉蛮BI的 我们昨天景气灯号红灯也是靠AI 对嘛 就靠AI嘛 就是他就是一个主流中的主流 但是当主流股价拉回的时候 其他人接不接得起来 这个是一个question 那但是JP跟你讲说 不要怕啦 其实还可以再涨50% 才有泡沫化的情况 好 虽然它涨很多 但是距离泡沫 还有50%的空间 它是用本益比的角度 去算过去网络.com收的泡沫 OK 虽然怕AI熄火了 没人接棒 但是只要有人接棒 这个疑虑就不在了 对 没有错 这是question2 question3呢 好 融资一直增加 散户杠杆是否见顶 好 他一样拉了一个表格 就是融资余额的水位 那在7月29号礼拜一的时候 是大减了63亿元 两年以来最大的缩减规模 是 白话文是什么 就是这两年以来 昨天的盘最可怕 昨天看盘 跟那个恐怖电影 跟看鬼片一样 真的有把一些人吓跑了 吓跑了 就这两年最可怕的盘 就是在昨天 就是礼拜一 所以融资下走了63亿元 那可是像我自己看报告 我自己会有一些疑虑跟想法 或者是我的一些延伸出来想法 我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 融资真的是笨钱吗 现在不是咯 当然不是啦 很多是聪明钱 我举例给大家听 除了很多朋友 不管是中石户金主 或者是公司户 他们本身也是用融资 对 公司自己也觉得融资用得很好 那再来你看这张图 是某根大同里面报告所用的融资图 在两千年的时候 融资不到一千亿 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突然崩下来 疫情 就疫情嘛 但问题是 两千零一年 这一波增加很多的融资 享受到了一万点到两万点的光标 股市是往上涨的 这一波的融资大赚 从不聪明 从事后来看就是这样 聪明 那这一波跟你讲说 来又到了这个三千两百多亿了 那这个会不会赚钱 不知道 但是到这样子为止 他享受的是两万点到两万四千点 从不聪明 聪明 对 所以融资真的是笨钱吗 我其实是打问号 因为我真的认识很多高手 也是用融资 那再来第二个 基本面 跟大家讨论一下 最近要发钱了 对 发股力的热门时机要到了 那这个我后面会特别 有一张表格 这个跟大家来罗列 台湾连续三年的股力 快要两兆元 今年那发1.9兆了 将近两兆 去年也两兆 前年也两兆 我们总共发了多少 连续三年发了六兆 那融资增加了两千亿 我懂了 算什么呢 怎么了吗 怎么了吗 我发了六兆 我把钱灌进来 怎么了吗 我懂你的意思 那譬如说助跑我问你 譬如说拿到鼓励 你会做什么 是在家加码买啊 专家都要告诉我啊 那这个之前少 你可能会去度假啦 玩乐啦 或者是买衣服 买电脑 这些都有可能 但有没有可能 是重新再投入 是 当然是有 所以六兆里面的 百分之三就两千亿 所以我认为 前台湾的股市的体征 过去不一样 所以第三个疑虑 就是说 我并不认为 这是太大的疑虑 我觉得以台湾 现在钱真的是到 钱真的是很多啦 那杠杆有没有到底 我认为其实是没有 好 所以虽然是三个疑虑 但听起来 并不是三个利空 建勋教我们 用你自己的一些专业 去判断一下 他到底值不值得担心 这是小摩提出的疑虑 最后两个小摩提出了 哪一些的期待 好 九局下半 投手两好球 可不可以三成KO 第一个好球 就是美国的AI 并没有泡沫 这个是这次摩根纳通 一直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AI还是一个主流 那这次拉回属于健康 讲话大家都会讲 那我觉得看表哥 我比较快看表哥 那他讲说 现在的本益比美国 这是美国科技股的本益比 现在大概三十倍 那在.com的时候最高 你自己看对过去 六十倍 一半 所以他认为从这边到这边 是有一些空间 所以他那个AI 还有百分之五十的上涨空间 是这样子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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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你也可以说 上次到六十倍 这次搞不好 三十五倍就结束了 四十倍都结束了 当然也是有可能 但他至少是有所本 假设是这样假设 他可能假设到这边 这是假设 那再来台湾的AI最近修正的 没有很严重 这个是台湾AI的这个PB PB被修正 目前被修正到这边 PB目前被修正到哪里 大概快四倍PB以下了 修正到哪边 你看已经修正到这边 到去年十月份为止了 所以今年台湾的AI PB在修正 那美国上面又还有 upside的可能性 所以认为第一颗好球 就是AI还没有泡沫 那台股已经有修正一波 那刚才讲的叠升 就是最好的利多 OK好 所以成也AI 扮演AI AI的拉回修正 似乎已经到了合理的价值了 第二颗好球是什么 第二颗好球 升卡球 黄建宁来了 基本面还是很好 好这个是2024年 预估六月份的获利YY年增率 在六月份有百分之二十二 但明年呢 还有百分之十八 就是说今年已经成长两成多了 对 明年可以继续成长百分之十八 这个是一个多方的表格 但是你也可以用空放的解读 这件事情 怎么说 你可以说它pick out了 最好的已经过了 因为获利年增率 在六月份的时候 已经达到顶峰 明年从十八八 所以你可以说十八八还不错 但是明年的没有今年的好 因为以过往 你看以去年来说 六月就是顶峰了 对 所以同样的经验 如果我们六月到了百分之二十二 复制在去年的状况 六月大概已经到点了 没有错 所以明年还有机会成长 但是成长幅度有多大 现在画个问号 就成长幅度两成 那到底是看大家接收度是怎么样 OK 好 看好的产业哪一些 好 摩根大通在这篇报告里面 他还是讲好 讲了AI嘛 就AI嘛 所以伺服器散热 其实今天散热不是只有他讲了 包括摩根十三里 大摩也说 对 也把微影跟这个齐宏都升平了 那像载板边缘运算 电网都不错 那个股的话 刚才讲F4全部都在里面 那我们该讲说 有几个是大摩小摩 其实都看好了 有谁 齐宏嘛 散热 台积电不用讲嘛 是 鸿海两边也都看好 好 那再来是微影今天也升平 齐宏今天也升平 这大概是大小摩 共同看好的交集 了解 谢谢建讯 请先回座了 这一次小摩的报告 有三项一律 觉得有两颗好球 三项一律是利空吗 建讯教大家怎么看 您自己去解读 好球是接下来小摩期待的 如果这些AI 能够再重回到江湖 重新能够成为霸主的话 相关的产业 相关看好的个股 建讯特别 帮我们找大摩跟小摩 同步都看好 有overlap的 请我给您做参考 有一些拉回的幅度好深了 真的跌深 就是最大的利多吗 跌深股一定会谈吗 郑华说错 跌深股不能够随便乱减 怎么抢跌深 休息一下 稍后告诉您 投资市场顺习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您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